然后呢底线就是我们在正常的去 去那个有那什么的情况下 我们还需要引入css文件 那么引入css文件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先加这个css css跟我们原来一样 你反正你是app.js的吗 那么你的css文件跟他也在一块需要 对吧 好 那么如果我们要想这个加一些css的东西进来 我们怎么加呢 我们肯定在里边先先放一点别的东西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先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放一点东西 你光一看了这事看不出来 那怎么办呢 那我在里边多加点别的东西 首先给hello world的呢 套一个地步 再套一层地步 除此之外呢 那我们再来一个hello world2 好 那么原来如果我们想给他加一个 这种class name的这种方式呢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一般来讲是直接在 直接在上面style 你在html里面 那么现在在这怎么办 那你就必须引那个css 你css要写成一个文件 然后在这里面引进来 那么怎么引 我们来看 首先在这我们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file 叫app.css 好 app.css 我们整个引进来以后的话呢 我们在里面加两个类吧 比如叫green 这里面是这样啊 我们会加一个前景色 再加一个背景色 所以这里面的前景色呢 我们就是拿这个颜色 比如叫green 这是green的前景色 然后黑色的背景色 作为一个类 你只要加了这个类以后 color就是红的 color就是绿的 然后底下其他就是蓝的 那么我们来正常写 还是按这个方式来写 color color 然后这个是 警号0f0 好 回车 然后是background color 然后呢 是警号000 好 那第三个呢 我们也给他一个方的size吧 35px 好吧 再写一个red red black 这个怎么写呢 这样 那么这个呢 是红色 好 我们写了这么两类 写完这两类以后呢 那么这个里边 你要把它引进来 我们在html里面 知道怎么办 怎么去引啊 就是link css 什么type是css 然后那个href 拿一个东西进来 那么在这怎么办 在这会简单的多 你在不是在这用吗 你在这就简单的 就是import 就直接import import完了以后 底下没有相应的内容 直接就是import . app 因为你后缀名 不是.js了 所以必须把 css写出来 就import它 那么import完了以后 在这儿 我就可以加了 这个东西 class 这儿要加什么 加class行吗 要加name对吧 因为它跟那个谁是虫的 对吧 所以在这儿 写等号 冒号 然后是green 什么black 对吧 black 然后这个地方是 再给它加一个class name 等于这是red black 对吧 好 我们把这俩加完了以后 然后我们刷一下 看看 这个不能直接刷 这个每次 就变得整个过程变得更麻烦 原来是说 我们写 写文保存 然后来刷 现在是写文保存 到这webpack 编译 每次都要编译 好 出错了 为什么出错 你看啊 man在这 build fail in oneerror 然后是error in src app.css 是model pass fail 是unexpected token you may need a property loader to handle this file type 还算 怎么讲呢 还算仁慈 就是说 至少这个地方 给你报错了 报的错的位置 是对的 而且还给了你一个正确的建议 这很难能可贵 很多工具告诉你的错误 基本都没什么营养 你看了那个错误 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个至少来说 说 这个 因为我们说过 webpack是这个 这个过程是什么 webpack在编译的过程 他只认识java story 那么你刚才我们 在jsx那个地方 发现问题 那么他就告诉你 jsx我不认识 那么你要装一个东西 那么现在 问题出来 就是css他也不认识 他不应该认识css 他不是浏览器 你不要觉得说 这个html css java story 你不就应该认识吗 他不认识 这个是 其实是webpack底下基层 是基于nodejs nodejs是不认识这些东西的 那么也就是说 你需要一什么东西 我们还说loader loader是什么 loader就是把一个东西 通过webpack这管道 能够最后打到包里去 而且他在打包以前 他会试图去读 它是个什么类型的 第一次我们见到的是jsx 第二次我们见到的 就是这个loader就是这个css 那么css怎么进去啊 我们来看一下css怎么进去 这时我们需要安装styleloader和cssloader 这两个loader都需要 我们来看一下styleloader和cssloader 好在这儿cnpmi 然后cstylestyleloader 然后是cssloader 然后这两个loader都做完了以后 -d -d是在本地安装 并且写军devdependency 对吧 pint的对吗 看见没有 这个地方不对 是要出大麻烦的 回车为什么会不好使呢 安装了两个 好 我们怎么看他安装完了 是否安装完了 正常来讲你到这个地方来看 这个地方来看 cssloader styleloader 这个说一点 如果这个前面 这就是他的版本号 你安装 如果你什么都不写 他给你往里加 你看这是devdependency 把它给你加进来了 如果也就是说 而且这监控号呢 是未来只要说 他安装了一个比这个大的号 就可以 理解吧 好 做完这个东西以后呢 还不足够 我们还要在这再配 你不配这个东西呢 他还是下不去 好 这原来是 roost里面只有这么一项 那现在我们要来加第二项 叫我们再加一行 这个叫什么 叫处理css 那么处理css 上面跟这个写法是一样的 大括号 test 冒号 然后 瓶瓶 爱 逗号 对吗 这是 杠 杠 点 什么 css 而且他要以css结尾 所以加一个dollar 这是tax tax这个东西 然后use什么东西 这里面要use两个loader吧 两个loader的话呢 打一个大括号 方括号 然后这里面是开始 第一个是 style loader 第二个是什么 cssloader 然后 底下 再跟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待会再说 这个东西待会再说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好 现在这编译成功了吧 成功了以后呢 我们来看编出来 这里面都有啥 但其实你看 它还是只有它俩 然后呢 我们这个已经出来了 字还不小 是吧 然后你看它在这个东西在哪 这个东西其实是加到 它把它打到什么里了 它把它打到html文件里了 看这个css了吗 它把它变成 就是不是阴烂 就是那种内联的这种模式 就是内部 内部样式表 它都放在这了 ok 也就是说css这个东西 我们也能处理了 一步一步来啊 我们家的东西越来越多 那么打 Hm' 那这种情况 甚至 它吧 就马上 打雾了 好 公务 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